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诞生出如今的几位尊王大师以及三四十位王冠大师 放眼如今会员人数已增长到当初的数百倍 故而我们大可放胆预测十年以后 较之如今将会涌现出几百倍以上的各级晋级者 即使各位也应集身其中吧 综合来看的话 从始至终 在所有晋级环节中 自动销售大师这一关 乃是最难通过的 其通过概率在所有晋级的直级中 概率是最低的一环 犹如鲤鱼跳龙门一般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只要跳过这道龙门 就会大概率的成功晋级钻石大师 其后晋级为玫瑰大师则更不在话下 若打比喻来说呢 经营爱多美并非是一场短跑赛 而是一场需要相当坚韧精神的长跑赛 从前我也曾经是一名基层营销人员 在刚开始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 经常有这样的忧虑 这个人会愿意听我讲接受吗 然而后来我发现 那些我事先估计一定会接受的人 在我经过彻夜名思苦想 向其开口以后 却常常拒绝了我 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 对于有些人 我只是随口一提 却无心插流柳成荫 既买我的货 又愿意跟我来投入经营 所以说我们在经营现场上 无法去预断对方如何 这人应该会接受我 那人应该不会听我讲 我们无法去预测断定对方会如何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由于我们看不透对方的内心 所以只管开口去讲 开口之后 若对方无甚抵触 则可以继续讲下去 后来有一天 我经过彻夜的思索 终于在一刹那 领悟到了经营的奥义 这条秘诀就是 我再无必要绞尽脑汁 明思苦想去揣测对方 是否会听我讲 接受我 我所应当做的 只不过是向对方 开口去讲而已 如何去讲 讲多少 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是否愿意听 接受我则是对方的意愿 就这样 那一天我领悟了这条 他的意愿法则 请一起跟我说 他的意愿法则 是否愿意是谁的意愿呢 他的意愿 然而是否开口去讲 是谁的意愿呢 是我的意愿 唯独我的意愿 才可以随我心所欲 故而说 由于我们看不透人心 所以尽管开口去讲即可 总会有人愿意听你讲的 总会有人愿意投身经营的 还有那些非此直销经营而不为的人 他们其实一直都离你不远 我们要睁大双眼认真寻觅 这算是一种概率性游戏吧 请跟我一起说概率性游戏 所以说我们需要知晓的一点就是 经营的成败就在于 你有向多少人去开口讲过 那么说我们向对方开口讲了一次以后 若对方无兴趣 我们就应该就此罢手吗 不是的 应该欺而不舍的到何时为止 要么对方投降 要么自己认输 直到对方愿意接受为止 我们应该欺而不舍的进行下去 这是一种波浪式进攻战术 没有一次进攻不成就撤退的道理 应该宛如波浪拍打 延时一次说服不成 退后再次去尝试说服 我们要记住 大凡一旦开口去讲 则至少需要反复十次 若未曾反复十次 则效果等于未讲过一次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也不是一样的吗 尤其是头一次听别人介绍什么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哇 你讲的好棒 我听你的 还是抱着姑且听之 暂且婉拒 事后若有机会再去细细思索的态度呢 大多数的人呢 是不会听君一席话就立即接受 并付诸于行动的 而是姑且听之 再去思索 但架不住天长日久 持续反复的听 听着听着人的想法 就会从否定 慢慢走向肯定了 故而 大可不必 只因说服对方一次不成 就心灰意冷 我们需要的是任性 本次皇家王冠大师进击者中 有这样的人 在经营一线上 他曾用六个月的时间 去反复努力的说服自己的亲戚 朋友 以及其他人 经过这半年后 他们才开始发生转变 愿意接受爱多美 投身经营这样的例子 其实很多 所以说凡事 哪有一措而就的道理呢 大家需要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清晰明确的勾画出自己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名这样这样的成功人士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 你需要写下一个让你自己 完全为之痴迷的梦想 一个人生规划剧本 只要能够过上这种好日子 我愿意为之疯狂打拼 只要能过上这种好日子 我愿意鞠躬俊瘁 死而后已 要写 就要写下这样的人生规划 我的目标是月收入五千万 我的目标是月收入上亿 这种想法呢 并非百分之百 完全不可能实现 对不对 有没有哪怕百分之一的可能呢 有的 我们若欲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就不要去从事那些百分之百会成功的事情 请大家千万不要去从事这种事情 若从事这种百分之百会成功的事情 实际上 那就不再是一种挑战了 这百分之百会成功的事 即使你实现了它 你过的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生 举例来说 你去谋职 那种 每月收入一百八十万韩元 一百万的工作 你会不会百分之百谋职成功呢 只要有手一脚身体健康 谁都会百分之百取得成功的 这种百分之百会成功的事 你即使再成功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意义都没有 你仍然活在贫困中 故此 大家应该去 选择什么事情呢 不要去选择百分之百会成功的事 而要去选择那 即使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可能 即便失败的概率更大 但仍有可能成功的事情 我们要过上这种去挑战自己的人生 我告诉大家 那些月收入五千一亿的事 即使不可能百分之百挑战成功 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功的几率 但我们仍然要去挑战它 实现它 所谓成功这码事 就在于 即便实现目标的希望非常渺茫 那些仍然勇于去挑战它的人 最后才能收获成功 如果说 大家每月能赚五千万的话 好不好呢 只是感觉好而已 难道不值得我们未知痴狂吗 难道不值得我们未知倾倒吗 过上那种日子 我们就再也不用因为经济压力而苦恼了 住房方面 从现在居住的二十三十四十平 搬迁到七十一百平的大房子 住宅社区也变成了富人社区 也能够自豪的对子女说 你们今后 无需担心赚钱养家 爸爸妈妈已经为你们做好了万般准备 你们按照自己的梦想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因为人生不只是赚钱 才算有价值的事 赚钱之外 有价值的人生道路千千万万 你们只需去寻找对自己有价值的人生即可 若能对子女讲出这样一番话的父母 该是多么的令人自豪 大家自己去想想 难道不觉得自豪吗 有朝一日 若能成为这种受子女所尊敬的父母 一想起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我就觉得好幸福 怎样才能成为这种可以满足 解决自己心爱儿女一切需要的父母呢 若月收入五千万的话 能不能做到呢 能够做到的 对不对 身边若有生活困难的亲戚的话 我们就也有能力去帮助他们 对不对 你住在哪家医院呢 有我呢 无需为医疗费的担心 告诉我你的银行账号 立马给你打一千万 就是这样 这种感觉怎么样 即便出手如此慷慨 却依然其实也没什么的 经营爱多美食来运转而已 保持这种谦逊姿势的人 怎么能够不备受他人尊敬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成功的面貌刻画在自己脑海里并为之而奋斗 今天能够浮现在各位脑海里的成功的画面 一定都是有实现可能的孤儿才浮现出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抓住这种可能 即便这种可能的几率很低 即便不到百分之十 不到百分之一 只要牢牢抓住他就有真正的可能 只有如此才会踏上成功之路 能够浮现在各位脑海里面的肯定都会有可能实现 即便这种可能的几率非常低 只要你敢于挑战就是一名有勇气的人 所谓勇气并非感觉不到畏惧 而是直接面对畏惧 并与之斗争 各位去身边的人大胆宣告说 今后我将成为月收入五千万一亿的人 这种行为固然对自己是一个值得畏惧的挑战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大胆的如此宣告 这就是勇气啊 各位脑海中之所以有梦想 是因为这梦想有可能会实现 我们只需要去挑战这梦想 就能够将之变为现实 如今我回顾十年前的梦想 发现都已经变为现实了 没有一样是没有实现的 如今我又开始有新的梦想 梦想爱多美走向百年 爱多美的未来会如何 今天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个喜悦 爱多美一直在做慈善捐献 最近这笔慈善捐献额数多了一个零 是的 之前我们曾做过捐献十亿的慈善 是最近这笔慈善达到了一百亿 今天我们已汇款完毕 接下来 要考虑的是如何运用这笔慈善款项 本打算建一个慈善财团 不过建立财团需要耗费一些时 于是我们决定即便财团尚未建立 我们也仍然按照计划去实现这项慈善活动 有一个社会共同募金机构 叫做爱的果实 今天我们已经将这一百亿 绘制爱的果实 礼拜二 这项慈善金可按捐献者的意愿来指定慈善款项用往何处 于是我们打算将慈善金主要用到女性身上 一百亿中约十个亿将用于女性弱势群体 其余九十个亿将用于这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未婚母亲阶层 那就是那种作为青年单身母亲的家庭了 因此我们将财团的名定为 爱多美真爱生命之心财团 感觉有点长对吧 我们又将其进行了缩写 也叫做爱多美真生心财团 真爱生命之心的心 妈这个字既有心的含义 同时也有妈妈的含义 之所以如此来命名 源于我听了好多未婚母亲的人生故事 真切的感受到了彼时他们在人生十字路口上 面临这种重大的人生选择所怀的是怎样的心情 当他们做出选择负重胎儿生命的那一刻 想必已经预感到未来的人生将因此而付出多大的牺牲 再也无法继续正常的去学校学习 也无法正常就业更不用说承担育儿费用了 此外他们还要去顾虑来自家庭社会上的舆论压力 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他们却依然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负重的生命 并由这种选择不得已而悲伤了 沉重的人生负担 我觉得理应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故此才设立了这个真生心财团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整个的世界 但至少在我们所关注的领域内 我们愿意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怀着这种热忱 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帮助这些年轻的单身母亲 说起来由我们来做这种慈善还有一项好处 这其中一部分慈善款项 在明确审理好用途后 即会拨款大概有几十亿的拨款 并且还会持续拨款 在育儿生活费用上帮助他们 此外我们来做这事有一个好处 就是爱多美不是还运营着一所学校吗 所以我们内部本身就拥有 让孩子与年轻母亲继续得以接受教育的资源条件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创造出就业的机会 使其拥有一份持续性收入 得以养家糊口 能够独立生活 我觉得这种帮助也很重要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 将来我们若开创出这样的工作机会 并实际生产出产品来的话 只要会员愿意来购买 就不愁生路 我们本身掌握着一条完全的流通渠道 所以几乎不论生产什么 都可以找到相应销路 比方说 开设一座制作面包 点心的工厂 好不好呢 味道可口 价格不贵的话 大家都愿意来购买吗 若大家愿意来购买 所得收入就会成为孩子们的奶粉 尿不失钱 正因我们拥有这条完整的流通渠道 才有可能在创造就业之后 为他们提供一条 可以持续帮助他们 使其逐步走向独立生活的道路 过而我们才选择了这种 可发挥联合效应的慈善方式 而能够使这一切变为现实的 都有赖于各位爱多美家人 爱用爱多美产品 爱多美企业才会产生利润 我们才会如此以慈善来回报社会 所以说我们这些爱多美经营者 要依靠爱多美这套商务经营系统 来创造出经济上的价值 我们能够为爱多美供货商 创造出就业机会 也能够让爱多美企业员工领到月薪 同时也能够让大家经营者得到奖金 这是一种前后双赢的局面 对于有劳动能力者 我们提供就业位置 提供来经营爱多美的机会 而对于那些条件不好 生活困难的人 我们拿出公司的利润来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一贯所秉持的精神 要让这一切都得以实现 则离不开我们全体爱多美家人的努力 大家努力创造出来的这份巨大经济价值 其实有被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社会阶层 希望各位爱多美家人能够知道这一点 并为之而欣慰 如今我将这种慈善捐献 回报社会的一世一人之梦想 正在一个一个的予以实现 我们的脑海中之所以产生梦想 乃是因为这份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而我们之所以要去挑战这梦想 并非因其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的可能 即便达成梦想的概率再怎么渺茫 我们仍要去挑战这渺茫的概率 因为真正的勇气乃是敢于去面对战胜 心中对于失败的畏惧 好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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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